中國骨灰河工廠工人楊先生12月27號告訴新唐人 骨灰河生意火爆 去年他改行到骨灰河工廠上班 這家工廠有100多名工人 今年上半年的產量都銷售完了 8月份以後銷量下降 預計冬季銷量大 目前餐廓已經備好5萬個骨灰河 湖南民眾周先生透露 今年幾波疫情期間 很多老人去世 目前當地疫情再度大爆發 醫院和診所人滿為患 入冬以來 疫情肆虐中國各地 中老年人猝死病例增多 不少大陸民眾身邊都有親友突然去世 有的是腦肝 身體情況好像還好呀 就是突然一切交 人就沒了 就是快的人覺得很奇怪 突然就沒了 突然就血腦病發作了 也就是50個左右 比較意外 任何醫療機構和醫院才不會給你出於這麼的原因導致的 新唐記者熊斌 陳傑採訪報導